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现如今新能源汽车已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但在这股大潮流之下依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 最典型便是用户对于续航里程的普遍担忧 纯电车型想要达到续航千里的水平 可谓是极其艰难 纯电续航的提升还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数字上的优势 因为在一些充电设施匮乏的地区或目的地 或是紧急用车而电量不足以往返的情况下 唯有大电池才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安心 由此可见 电池技术的革新对于纯电车型的续航能力 以及能量耗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面对以上问题 极客再度树立行业标杆 5月16日 极客001W100 140千瓦式千里续航套装 正式开启交付 该车拥有惊人的1032千米的CLTC综合工况续航里程 让其他的纯电车型望尘莫及 这也标志着 极客001正是越居全球续航第一的量产纯电车型 采用全球尖端技术 彻底打消续航担忧 极客001WE版的心脏是有着140千瓦时超高电量的 宁德时代CTP3.0麒麟电池 采用全球独一无二的多功能弹性夹层和电芯大面积冷却技术 让电池在续航 安全 寿命 充电等方面都达到了极致 对新能源汽车来说 续航实力比任何表面的营销都更具说服力 为了一探整车续航水平的真实表现 极客也邀请了专业媒体和用户 分别进行了无人区 高速与城区工况实测 实测成绩结果极为优秀 不仅在城区内跑出了最高的1360.8千米 各工况下的平均续航达成率甚至超过了90% 这个达成率数据早在去年汽车之家 邀请一众纯电品牌车主参与的极电挑战赛中 便出现过 出色的续航成绩背后 是极客001的开源和节流硬核技术支持 严苛的续航测试有两方面意义 一是提升用户安全感 另一方面有助于车企展现自家新车实力 前提是测试结果要足够优秀 与一般车企蜻蜓点水式的续航测试不同 极客对续航水平的印证更像是一种极限挑战 它选择了鸟无人烟的无人区 以及常规场景测试 以达到最佳测试效果 在极限续航能力测试中 驾驶者从格尔木出发至芒芽 早晚温度均在10摄氏度 全程高速占比71.9% 时速基本维持在110千米每小时 全程平均时速为79千米每小时 在返程遇上沙尘暴的情况下 极客001WE版140千瓦时千里续航套装 实际续航里程仍跑出了922.9千米的号成绩 能耗为每100公里14.7千瓦时 在生活用车场景测试中 极客进行了用户高速城区工况实测 雨天室外温度为14摄氏度的高速工况 实测续航为864.9千米 能耗为每100公里16千瓦时 平均时速为98千米每小时 另一位用户在城区工况下 经过实测后续航结果为1036.8千米 能耗为每100公里13.2千瓦时 整体来看 多种测试结果与官方公布的1032千米 CLTC综合工况续航里程 基本保持了一致 硬核成绩背后的技术功底值得探究 极客001亮眼的续航水平 主要离不开电池与电驱技术的加持 简单来说 极客001把能量的开源与节流做到了极致 所谓开源是让车辆拥有更加充沛的电量 这关键取决于电池的性能 极客001WE版的CTP3.0麒麟电池 如同一座精密的工程奇迹 它将电池系统的空间利用率提升到了72% 甚至超过特斯拉的4680电池系统 让原本分散的横纵梁、液冷板、隔热电 融合为多功能弹性夹层 让电芯在呼吸中自由伸缩 保证了电芯的稳定和可靠 麒麟电池将液冷板嵌入到每两个电芯之间 让电芯的换热面积增加4倍 让电芯的空温时间减少一半 让电芯在极端情况下也能快速降温 防止了异常热量的传播 简言之 就是电池容量更大 能量耗损更低 续航时间更久 CTP3.0麒麟电池不仅有强大的续航能力 还具备出色的安全性能 它采用了高压与烟气主动隔离技术 让电芯卸压阀与高压连接空间分开 实现了热电分离 就像是一道防火墙 阻止了异常热量对高压部件的侵袭 它还利用了电芯大面换热优势 让电芯在极端情况下也能快速降温 就像是一台冰箱 隔绝了电芯间逆常热量的传播 极客001WE版在电区方面也展现了强劲的实力 它搭载了第三代永磁同步电区系统 采用了八层发卡式电子绕组技术和方形扁线 让电机效率达到了惊人的97.86% 它还升级了碳化硅功率模块 让电区系统效率提升到了95% 让续航里程增加了38000米 再加上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加持 在超长续航电池包安全性 电池寿命充电效率四大维度 实现了四效合一 节流就是让车辆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和回收能量 这来自极客出色的电区系统和能量回收优势 这款车使用的高性能永磁同步电区系统 以及后电机碳化硅技术 可以让产品拥有更低的能耗表现 同时其具有低 中 高 三级可调的能量回收等级模式 能将极客001多余输出能量高效回收再转化为电能储存 做到每一度电都不浪费 为长续航带来更为坚实的保障 如今新能源汽车最大的短板就是充电问题 上下班通勤 谁都不喜欢隔三差五的充电 即便是很多纯电车型的快充 已经控制在一小时以内 但人们仍觉得不省心 续航里程影响着用户的出行体验 也是影响用户购买决策的核心因素 而极客001的先里续航 则完美解决了用户的里程焦虑 根据测试 如果在常规通勤场景下使用 极客001的大容量电池 以及每100公里13.2千瓦时的能耗 可以使其续航水平超越1000公里 能耗与续航远超同级水平 如果每天上下班路程是30公里 基本上一个月只需要充一次电就够了 而如果是节假日回老家 只需要在出发前充满电 期间不必担心路途拥堵 也不用在服务区人挤人的去补能 乘趋乘计随便跑 超长的续航水平带来的另一个实用性优势 就是降低出行成本 虽然丰田官方曾主动呼吁 不要过早放弃燃油车 但从实际用车成本的角度上来说 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极客001充满一次电 可以跑上千公里 而按照如今约7.45升左右的汽油价格来计算 同样的里程 即便是用低油耗的丰田卡罗拉来跑 至少也需要花费400加人民币 充电与燃油的成本差距显而易见 隔翼于深厚的技术沉淀和多维度实测验证 极客001续航王的名号也算是实至名归 而这出色的续航水平 最终也将反补于实际的场景之中 为用户的每一次出行生活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麒麟电池的技术有多牛 宁王的实力有多强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大伙懂得都懂 但这事如果和另一个新闻放在一起看 就很有意思了 差不多10天前 之前表示要给特斯拉生产4680电池的日本厂商松夏表示 将推迟供给特斯拉的4680大原柱型锂离子电池的量产时间 原计划是今年4月 但为了提高电池的性能 可能会延期到明年4月 这个理由翻译成人话就是 特斯拉吹了两三年的最完美锂电池 实际表现可能拉了 媒体对这事的态度也都是这个画风的 都在嘲讽马斯克牛吹过了的感觉 而用上了4680电池的Model Y 价格虽然是比2170电池版本便宜了一些 但续航也是不升反降 和当时说的降价还提升续航 差距蛮大 所以也难怪各家媒体对4680一顿猛喷了 毕竟掉起的这么高 最后就出来个这 着实让人失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